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电播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在高雄亚湾的研发总部 正式接牌启用 高雄市长陈其迈与在地四大医学中心代表都到场参与 展现高雄在智慧医疗领域的重大进展 以及在科技创新和医疗发展上的重要地位 首批加入亚湾5G AOT创新园区的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研发总部 正式接牌启用 高雄市长陈其迈与高雄四大医学中心代表都到场共同参与 展现出高雄在智慧医疗领域重大进展 以及高雄在科技创新和医疗发展上的重要地位 台湾AI Lab是在109年可以说是首批加入我们亚湾的5G AOT 园区计划最早的这个成员 那随之我们也跟高雄的四大医学中心成立了所谓的联邦式学习平台 就是希望说高雄能够从过去的硬实力逐渐转换成软实力 来加速整个公共服务的这个品质 那二方面也能够让我们高雄的软实力逐渐能够成为 从这个观念的验证逐渐在商业模式跟服务模式都能够落地在高雄 让人工智慧的应用服务能够产业化 现场也同步展示由高雄在地四大医学中心共同研发的智慧医疗与跨院联邦平台 共创的卓越成果 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易景表示 高雄亚湾将成为全球人工智慧新聚集中心 而全球首创的生成式AI产业聚落已经看见成果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很快的建立这个生成式AI的这个园区 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以生成式AI为主去做的这个联系园区 那我们跟一般的这个园区还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其实结合台湾的这个实力 人工智慧带领的这个软体硬体跟所有的科技产业 其实你只要加上人工智慧生成式AI的这个能力 它就会互输 人工智慧是三个东西重要 资料算法跟算力 算力就是台湾的优势 陈其迈表示 不论是智慧医疗或AI创新应用服务 都适用006688办公室租金补贴方案 欢迎新创公司系统整合商以及相关业者进驻亚湾 与高雄共同打造台湾AI产业生态锡 好宅再加一台中市社宅迈进一万户 西屯国安二三企好宅今天正式开工 市资37亿8千多万元 以生命术作为设计理念提供780户住宅 更是全国首创十平的青年创业房型 预计在118年完工 圣火碑一棒接一棒再产下精产 台中西屯区国安二三企好宅正式开工 台中我们只敢称好宅 我们有几个特色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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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盖设宅盖在哪里 以前盖设宅都盖设宅 都盖设宅的三天外流口中风的所在 因为地价便宜新建经费便宜 台中的好宅 譬如说今天在我们西屯国安这个地方 这现在带给多少我们来盖社会住宅 国安好宅为在台中科技产业廊道 居住需求大幅增加 西屯国安一企好宅预计在今年底完工 二三企好宅接着动工 此项目赤资37亿8000多万元 打造地下四层地上23层提供780户 国安好宅更有1280户 大提琴曲目拉出创业追梦的喜悦 二三企将与国安一起好宅串联 打造青年创业的孵化基地 以及全国首创的青年创业房型 在这些灾力的状况下 我们进行了第二三企 这一世间要完成780户 我们希望它创造是一个森林中的社宅 然后还是会有满足相关的居住需求 社福还有托婴托幼照顾之外 我们更希望能结合西屯地区相关的周边的科技优势 我们提供了不只是舒服的宅之外 还提供创业宅 那在二三期我们是今天开始动土典礼 那预计在118年完工 119年入住提供780户的住宅单元 更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这里有全国首创的创业房型 让生活跟工作可以结合在一起 帮助台中青年们可以创业 家生活安居乐业 跟着镜头环绕社宅 新共绿郎顶楼菜园 绿应串书交易空间 让居民大口深呼吸 体验生命树树森林 给方便却成了随便台中西屯 鞋合里的顺河九阶绿四十 提供居民停车等多元使用 但是近日却有不效业者 堆置硬件废弃物 不仅让车位变少 连日大雨更有资深蚊虫的疑虑 环保局表示 目前正在追查行为人 将依废清法开罚 车子停的满满满 这里是鞋合里顺河九阶的绿四十 公共空间提供地方停车等多元使用 不过却有人自由过了头 竟大喇喇在这里丢废弃物 很多里面都有看见这个行为人 从六月五号晚上洗点就丢了一次 那隔天早上又来丢一次 这种行为就非常的恶意 恶意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环保局这边可以加快处理的速度 以及重重处罚 时间倒转回六月六号 光天化日之下 一台小货车在路边鬼鬼祟祟 没多久里长就接获举报 有人乱丢废弃物 仔细一看 除了有木材 还有油漆桶等装潢用料 怀疑是有不肖业者 为了省成本随地弃制 不仅让本就不多的车位再减少 桶子经过连日大雨 积了水更有滋生蚊虫的疑虑 环保局表示 目前已追查到货车是租用的 正在进行发函程序 要揪出行为人 在离经这个行为人的阶段 那针对现场废区 我们暂时不能做移动 那我们做警示之外 我们会加快这中间 厘清的程序 到时候这个行为人 就证据在现场中 我们才能进一步的 来对他做行政处分 加速厘清行为人 保全证据 要开罚六千到三百万的罚还 若是蚊虫猖獗 环保局表示 也将派人消毒 还给李明干净的环境 台湾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 中立临时车站启用是近期的重大建设 将使用到2031年 在这期间市府展开中期建设 18号新增设了中和路绿铺人行道 搭配周边U-bike站点 方便行人通行和转程 台湾市长张善政19号举行市政会议 特别谈到中立临时车站启用 表示旧车站使用超过50年 工程升退 但当时周边环境缺乏整体规划 因此在临时车站使用期间 市府展开中期建设 我们还是必须有一些中期的建设 中期的建设就配合2031年之前 临时站的使用期间 要做一些建设 那么所以像是中立车站前面的 这条中和路 以前是没有实体人行道的 现在我们配合这个临时站 也建设了实体人行道 中立临时车站将使用到2031年 平常天的中午时间还是有许多民众搭乘 为了提升行人安全 避免雨车争斗 市府在18号完成中和路人行道建制 那你觉得增加人行道有没有比较安全 多少会有吧 对 多少会有影响 那你对于中立未来的车站有什么样的期待 就变漂亮一点 另外搭配周边设置的U-bike站点 让民众可以透过大众运输工具方便转乘 交通局和警察局将密切注意交通动线 适时调整 提供民众更便利的服务 逐科外溢人潮 新竹县二重国中入学需求量大 今年新生入学数 从去年的235人暴增到了340人 县府花费3.9亿扩建校舍 共有30间教室 图书馆和地下停车场 可以增加270人就读 进行动土仪式 预计115年完工 拿金铲挖下土方 众人掌声不断 庆祝二重国中新校舍终于开工 举行动土仪式 那这一次新建的金费是大概3.9亿元 是全部由现款来支付 那同时我们新建24间教室 以及餐厅地下停车场 也有这个图书馆 国际会议厅等等 可以讲对于二重国中来讲是可以补强它很多的不足的地方 那二重国中在徐华柱校长领导之下 我们明显看出他们的这个国中汇稿的成绩也大幅的成长 在我们新竹县各国中里面排名第四位 这成绩匪兰 主科外衣人潮让竹东人口暴增 二重国中今年入学数从235人增加到340人 明年入学还会再增加三班 县府就向地主租借土地 花费3.9亿新建新校舍 摩自行大楼 一楼图书馆 二楼国际会议厅 以及教学大楼24间教室 也新建空中走廊连接云友校舍 预计可增加270人就学 现场特别颁发感谢赚给地主 113学年度也是竹东这边的二重国小第一次的总量管制 那我们也看见在国中的需求度上我们持续来增加 所以这一次是先由我们跟在科三计划里面的地主先行 来租用土地的方式来扩增二重国中的整个学校用地的部分 那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子的动土典礼 那期待透过大家齐心努力能够顺利的落成 预计115年完工 也新建中央厨房工餐和地下室停车场47个车位 解决教学办公及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校地从1.4公顷扩大到1.8公顷 要让学生都能就进入学 我们明天晚上去看电影好不好 你怎么不讲话 怎么断断续续的 你在干嘛啦 你后面那个人是谁 可恶的东西 现在背着我偷躺女人 大大宽评 闲救援 宝贝 这个是我学弟的 光鲜就是快 爱情好光鲜 哎 乖生啦 生活越来越远 我们都需要一条紧紧相连的线 拉近一点 就像随时在彼此身边 你怎么哭都比我还惨 好啦好啦 不要哭咯 距离再远 也能同频相连 同心发胎 到君弟弟来 每一个小小的梦想 都有大大宽评为您实现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们来看到台中一名秋夕女子 到多家餐饮店爽吃霸王餐 日前就在韩式烧肉店 大蛋万元高档料理后 两手一摊表示没钱 店家只好报警处理 最后一乍期最嫌 移送台中递检承办 都承认了白吃白喝放着 东西收一收 女警大声后斥 不要再吃了 就是因为画面中 这位女子吃的是霸王餐 不行 白吃白喝竟然还要外带 70年次的求姓女子 并非第一次吃霸王餐 成了惯饭后 胆子也越来越大 从超市冰品一路吃到高档餐厅 不要再吃了 女警无奈大吼 就算被依诈极限刑犯逮捕 还是稳稳的吃 让人只摇头 针对于这种吃霸王餐的顾客 一定要勇于来通报我们警方来做处理 那我们警方接到这一部分报案 会依相关的一个罪嫌来做移送 你干嘛要这样 来骗吃骗喝 没有吃吃完吃一下宵夜而已 那你就没钱来跟人家吃 吃一顿无法支付的宵夜 代价是触犯刑法诈欺罪 尽管事后求女信誓旦旦的说 自己的薪水足以支付 但无法现场支付这笔万元消费 行进已触法 全案依诈欺罪 移送台中地坚署侦办 暑假出国写拼 银药品不小心买太多 想上网卖可能触犯要试法 台中市实案处从去年到今年5月 共查获了133件违规贩售 处分351万元 其中维生素件数最多 提醒民众不要任意在网路贩售药品 以免得不偿失 拖着行李出国去 来到暑假旅游忘记 出国绝对少不了伴手礼 其中眼药水营养品也是很夯的选择 药啊东西室啊或是什么 重点就是药品类似的 都是我拿自己用的 像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会买一些像那些维他命啊 或者是乳液那些 都是自己用的 因为或者是给家人小孩弄用这样子 回国带点伴手礼 送礼自用两箱仪 但不小心买太多 可要注意不得在网路或其他管道贩售 否则小心挨罚 统计去年1月到今年的5月 那网路贩售西药相关产品 违反钥匙法案件 总共有133件 那行政裁法的105件 总共处分351万元 那另外也有查获验出一些 含壮阳或减肥成分的 等情节重大的 那我们有移送法办 贩卖未经核准输入的药品 依照钥匙法规定 最终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 而食安处统计 处分违规件数最多的是 高剂量维生素 其次为薄荷油 薄荷棒 再来是感冒药 止痛药 以及眼药水等产品 药品它不是一般商品 其实民众一定要谨慎的使用 那你如果真的有出国旅游购买 要吸回这样的一些 自用的药品的时候 那务必要依照入境旅客 攜带自用药品的限量标准 然后它都是有明确的规范 那比方说 你这些非厨方的用药 那每种自多就是可以带12瓶 或者是每盒每罐 那合计就是不超过36瓶 出国鞋拼囤货 网络贩售 小心可能触法得不偿失 强化社会安全网 桃园市第四座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在平正一号社会住宅 接牌启用 究竟提供民众心理资商 职能评估和护理卫教等服务资源 副市长王明俊 与卫福部心理健康师副市长郑淑新 共同为平正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接牌 这是桃园市第四座 同时是全台第49处 提供民众就近的心理资商服务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个社会变迁的状况很快 这个民众的心理卫生 心理健康 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大家的支持跟协助 那我们呢 就在这个社会安全网的支持之下 批建了这样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那也希望借有这样的为资源的投入 能够让桃园市民的这个心理为心理健康越来越好 中央的强化社会安全网第二期计划 最重要的就是在各县市部件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方便民众寻求心理的健康服务 那很高兴看到我们桃园今天已经来到第四处了 那同时这一处呢也是我们全国第49处 那我们希望说在行政院的这个资源的一个益助之下呢 我们可以来全面的提升国人的一个心理健康 那也希望说透过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呢 民众都能够主动的来寻求心理健康的一个服务 除了最新成立的平正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之外 另外三座分别位在桃园、卢竹和巴德 明年将成立第五座 并且增加人员的编制 除此之外 全市还有25处心理服务据点 都有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 希望帮助民众寻求专业的协助 更匆容的面对心理压力和情绪的困扰 全台面临护理人力短缺 苗栗县护理师护士工会 目前有会员3000多人 但是实际职业仅2500多人 仁德医专是县内唯一的医护专科学校 今年共有1000多位毕业生 期盼都能够投入第一线服务 提升地方医疗照护品质 披上学士服 象征脉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苗栗县唯一的医护专科学校 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以前多位学子迎来毕业典礼 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温暖 它给各位的专业的教育之外 它还给各位一颗温暖的心 我相信在我们的那个医治专科学校 各位的专业学习之后 你们拥有一颗比别人多一颗的温暖的心 未来都是大家的福报 全台欠缺护理人力 拥有专业技术 等于毕业及就业 近几年护理师考照率 仁德平均录取率超过85% 去年名列全国第二 护理师的国家考试 每一年的平均的考照率都超过90%以上 那也分别在最近的几年呢 也常常获得榜首跟前三名 我想考试的成绩非常亮眼 这是归功于我们全校的老师 跟同学共同的努力 根据苗栗县护理师护士工会统计 3100多位的会员中 线上职业人数才2500人 急需心血加入 护理师的培育是目前 国内最大宗的培育摇篮 那我们所培育出来的护理师呢 在各医院也都获得非常好的评价 我想我们专家学校 会更努力的来培育护理师 让台湾的医院呢 在这一块上面能够获取更多人才 树叶有专攻 护理 医事检验 附件等是三个科系 需要同学们的专业和服务热忱 为国民健康前进第一线 全台有一万多人等待器官移植活下去 中医大新竹复一就和卫生局共同响应 今天6月19号器官捐赠纪念日 鼓励民众加入行列 也能够录制声闻卡 让在世亲人了解器娟新生 让爱延续 四位音乐家现场演奏钢琴 精彩八首联弹 疗愈乐音飘扬大厅 6月19号是器官捐赠纪念日 中医大新竹复一 举办新生新生尘埃活动 器官捐赠是一个大爱 它可以延续生命 延续健康 那现在全国大概器官捐赠有两万多位 那我们终于大非常的努力 也得到全国地区医院 器官捐赠是第一名的 这样的一个努力成果 那当然这个器官捐赠 我们今天的宣导 最主要还是要民众能够知道 要去哪里来申请 把它的大爱来推广 那包括我们的各医院都有窗口 我们卫生局 我们各卫生所 根据113年统计 全台等候器官移植的 有一万多人 器捐数只有300多例 新竹县器捐助记人数 去年到今年5月已有723人 其中中医大全县第一 在地区医院组荣获全国第三 号召更多人加入 还能录制英党存放资料库 圣文卡可帮助在世亲人 了解器捐者心声 让心愿完成展现大爱 很多签了一个卡片以后 爸爸妈妈不愿意把身体捐出来 那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留下一个声音 也可以让你爸爸妈妈 知道你自己的心愿 这样他们可能也会 就是同意你把你的器官给别人 我觉得器官给别人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相对的你自己还是存留在这个世界上 爸 叔叔 希望你永远不会听到这段话 我想跟你说谢谢 让我在一个充满爱的怀疑下长大 用无私大爱创造新生 被判定死亡后透过器官移植 可延续另一个生命 可线上签署也能到医疗院所及卫生所 共同加入 让爱延续 我张飞喝酒不落人后 哥哥 我先回去了 且慢 三弟 喝酒千万别开车啊 放心 我谦卑不醉 别逞英雄 酒驾害人害己 小心被重罚判刑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 开车摊杯 保证你乐极生非 那如何是好啊 简单 酒后回家指定驾驶 一 找家人载 二 请朋友带 三 叫小黄来 为了安全 那我还是搭小黄好了 聪明选择 酒后不开车 回家平安归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Ladies and gentlemen 民到100K不到5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地踩 学校附近有阴阿郎 医院周边有老大郎 人车拥挤处有探夾郎 5号这行啊口有咱处来人 整条路都自己人 特定区域小心 简速随停 让爱随行 新北市中和市民活动中心 位在访疗公有领售市场二楼 长者到活动中心参加活动时 往往因为需要爬40階的楼梯 而望值却步 为了打造友善的通行环境 经过市议员以及中和区公所的努力 日前已经完成无障碍电梯设置 并举办完工洗用典礼 走进电梯按下按钮 虽然只有两层楼高 但对年长者以及行动不便的人 这电梯真的很方便 因为我脚就是因为车祸受伤过 所以膝盖都会有点突出 然后卡卡的 然后每次走一步痛一下 就会痛 那这样就造成我很不喜欢来 可是有电梯以后 我一定会常常来因为方便 民众开心不是没有理由 因为位于新北市中和访疗公有领售市场二楼 室内空间344平的中和市民活动中心 空间宽敞是办理大型活动的热门场所 然而到二楼前 却必须爬约40个阶梯 堪称长者的好汉坡 为了方便年长者以及行动不便的人 经过议员陈景定 以及中和区公所的努力 日前完成无障碍电梯设置 年纪大的人不太能走 所以我先生也是一直 张庆宗立委也是在分享说 这个地方一定要坐电梯 他非常的赞成说要坐一个电梯 让大家民众好走路 目前我们的公所的这个 活动中心的逐接力 大概在70%以上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有这个电梯 让大家在参加这个活动上 能更为的简便跟方便 三二一 起起用 无障碍电梯正式揭幕起用 电梯完工 中和区公所举办启用仪式 工程从去年9月开工 今年3月完工 一次可载重700公斤 约10人左右 民众也开心表示 电梯设置之后 将可再提高活动中心使用率 那有些长者就是脚压不太方便 他就不想过来 那可是坐了那个轮椅过来呢 要让他上去 他也爬不上去 对 所以就想说 今天完成这个电梯啊 他们一定会过来这边 做这些 利用这些边的那个资源 来这边做活动 电梯完工起用 打造友善通行环境 也让活动中心往后办理各项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族群前来参加 苗栗县台湾乡公所 新行政大楼落成起用 但是因为经费不足 外墙整修以及大门仍待失作 随着公所落成起用 中央原住民委员会 也同意补助相关经费 并与青安豆腐街 异象串联 打造观光门面 全新的台湾乡公所行政大楼 在6月15号落成起用 崭新又宽敞舒适的办公环境 为台湾乡为民服务工作 打开新业 但是施工经费仍有不足 公所大门欠缺经费同步更新 围墙也是破损待修 台湾乡公所新大楼建设历经波折 期间因为研建材料上涨 原本编列预算一再追加 公所也自筹7000多万预算 才能让新家完成搬迁进驻 因此有关公所大门 与围墙维修的部分 只能仰赖上级单位的协助 幸好在启用活动当天 获得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 初步同意协助 让公所吃下定心丸 副主委鼓咒 在启用典礼当天特别答应 来允论协助 我们台湾乡公所的外围的景观 包含入口 以及周边的这个沪南等等的步道 来做这样的一个配合设施 希望这栋大楼不仅仅是行政服务的 一个功能之外 还能够增加我们这个 清安豆腐街的新地标 融合观光的一个产业 太安湘公所后续建设 纳入太安湘清安村大平部落 环境改善工程计划里 总预算1420多万 全力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也让新建公所成为 进入太安旅游的观光新地标 苗栗桃子博物馆今年3月时 配合苗栗特色馆场域观光服务 设施工程暂时修馆 并同步升级硬体设备 在入口窗廊设置了地景艺术墙面 又有陶宇 美景完工搭配修馆后重新开幕 欢迎民众前来旅游打卡 请节目 哇 非常漂亮的 幼游桃宇星空地景艺术 在蓝色大片墙面 宛如夏夜灿烂星空 像是在星球中遨游的感觉 这是苗栗桃子博物馆 最新规划的打卡景点 幼游桃宇 邀请了四位青年木雕艺术家 合力创作 以桃宇工作者会用到的工具 做发想 打造悠游桃宇世界的地景艺术 上面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桃宇 创作者们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然后我们结合成为宇宙中的一些元素 像火箭啊 星球啊 甚至旁边那个月亮 可能有点被挡住了 它是有点像那个小海绵 对 然后希望不了解陶瓷的人 可以藉由这个空间进入 然后被吸引进来 穿过真面地景艺术的走廊 在街上新修山完工的木栈道 就是苗栗陶瓷博物馆 今年三月份时 因为苗栗特色馆园区展开 观光服务设施升级工程 顾及施工及游客安全而暂时修馆 馆方趁此机会 同步规划施作地景艺术 完成新的打卡景点 宣告六月份重新开幕 经过整理之后 逐步陆续的开放来做营运 那同时为了增加新的亮点 所以我们今天有邀请到 县内的四个艺术家 然后针对陶艺用雕塑浮雕的方式 去把整个理念作为一个呈现 让它在整个园区里面 增加一个新的亮点 同时能够增加在整个修馆 之后陆续开放营运的情况下 让游客有一个新的体验 投屋向山幼儿园小朋友 带来活泼的客家歌谣表演 为重新开放的苗栗陶瓷博物馆 带来欢笑与活力 其力欢迎民众再次回到馆区里 看展览 参加陶艺 现地创作活动 悠游在苗栗陶的艺术宇宙里 暑假是旅游的热门季节 不少民众开始计划出游 不过为了环保 行李可能要多带点东西了 因应环保署限制旅宿业者 提供一次性备品规范 新北市寄出了1万元的旅游金 鼓励民众自备牙膏牙刷等 灌洗用品投诉 旅游旺季即将到来 除了规划行程位 最头疼的就是打包行李 不少人出入时习惯使用饭店 准备的一次性备品 然而根据统计 台湾一年产生的旅游配品 高达8000公噸 为了体善环保 环保数以公告 明年期旅游业者将不再提供此类用品 主要是在114年的1月1号开始 那在我们住宿业的部分 就不能够再提供小于180毫 真的像是沐浴乳或是洗髮精 或是乳液的部分 那另外也不能够免费 直接的提供我们的牙刷 还有浴帽 甚至是蔬食装刮胡刀等等 绿色旅游意识逐渐提升 新美市也借此推出旅游金活动 邀请民众从7月1号到8月底 透过行动 为环境尽一份心力的同时 还有机会获得1万元旅游金 在新北汉堡局的部分 在今年度的6月到8月 我们推出了两个阶段的活动 那我们在第一个阶段的部分 就是希望大家在Facebook的 新北澳环保粉丝团上面 来一起做宣示的部分 那在第二阶段部分 是透过实践的部分 希望大家在7月1号到8月30号中间 能够自带我们的旅游的用品 然后到我们新北的77家的环保旅游业 那入住之后呢 然后完成我们活动网站上面的指定活动 那就可以筹我们最高1万块的环保旅游基金 虽然带上自己的个人用品 可能会增加行李重量 但是对地球环境来说负担却会减轻许多 越来越多人养宠物新竹县犬猫 宠物登记就有4.5万只 便利四主带毛小孩出门用餐或住宿 县府就招募了友善动物店家 考核环境安全食材卫生 以及动物友善设备等 全县已经有12家通过颁发标章 县府颁发宠物友善空间标章 给新竹县第一家通过认证的竹北市动物餐厅 要让民众带毛小孩出门更加方便 如果您的餐厅跟旅宿的环境 是可以让宠物进住的 欢迎您来做一个申请 我们也会把这样的资讯 在我们新竹县栋保所的官网上面去做公布 让更多的毛小孩的家长 能够透过这样的网站 知道哪些地方 他可以带着他的宠物一起来用餐 一起来游玩 今年5月开始招募店家 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12个店家通过审核 那本酒采比友善动物餐厅 是我们县内第一家通过审核的餐厅 那我们会持续推动 这个宠物友善空间的计划 让我们主人们都可以 谁到处带着我们毛小孩们到处到县内各个友善的空间去来做消费 全县宠物登记共4.5万只 考量四主带全猫出门 到餐厅或住宿旅游多有不便 新竹县5月推出宠物友善空间计划 考核环境安全食材卫生及动物友善设备等 共12家餐饮及旅宿业通过 其中这家获认证餐厅室内宽敞明亮 备有宠物健康餐食 户外大草皮能提供毛小孩奔跑运动 也让四主安心享用餐点 起初开这家店的最初初中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养两只狗 那时候带狗狗去哪里都很不方便 就要不管是餐厅还是出去玩要住宿 都是要先询问过 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带狗 然后带狗的话要以什么方式进去 带猫狗出门再也不怕被挡在餐厅外 毛小孩也免关聋子 动保所鼓励更多餐厅住宿业者加入认证 让新竹县迈向友善健康动物城市 我超想看的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不要走 走 我可能走死了为什么 哦 明天颱風來好想放假 哦 年輕人跟著亂畫坑本 這次畫了好強的颱風哦 肚兄 沒聽 颱風來除水備涼 我已備好防台用品 若遇保命 過去海邊觀潮幾頭邊泄水 我像屈原就已經蜜羅張一中聚聚了耶 哦 還要確保高舉牌罐暢通 避免浴碎淹水 還要趕緊收拾花盆固定門窗招牌 李兄 你防台準備得差不多了吧 是啊 這下畫得颱風再到 咱們也不怕啦 風團出業準備好 也離家亂免煩惱 呵呵呵呵 在講求證兆就是能力的現在 如何凸顯擁有證兆等於生懷絕技 新北市首創全國唯一的正能合一計畫 引進夜師 產學合作 專攻培育新北技職學生 考取勞動部技術士 以秉級證照 以及英語相關證照 拿到就業市場的報證書 不論是中西餐烹飲或者是烘焙餐飲服務等等 新北市教育局證人合一計畫開辦以來 已經投入超過3600萬元經費 累積有超過650個證照輔導專班 將近15000名學生受惠並且取得證照 每個孩子未來最重要的就是取得就業的能力 那在台灣我們有一個證照的制度 是一個就業的最基本的一個門檻 那尤其技職教育更是重視我們的證照的考取 那新北市所有的技術型高中都會鼓勵孩子考取證照 當然我們更有政策的引導 我們在1060年度就推動了證能合一的方案 我們補助學校來開設考證報的專業的一個班級 我們透過教材 終點費或考照的費用的補助 希望可以讓新北的技術孩子能夠提早取得多項的證照 像是素人家商栗正男校長就表示 全校教師力拼讓學生在畢業之前取得多證照 不僅一般上課時間傳授取照的技巧 下課甚至假日時間 學校也提供練習場地 教師陪練 來幫助學生迎在職場起跑點 學校另外還規劃了建教班完整的技術式取證計畫 各科學生在畢業之前 至少要取得2到4張的技術式證照 我們學校目前在以級證照有差不多100張 秉級證照大約有1500張 那我想這些都證明我們的老師在教學上的用心 那當然學生也很爭氣 在所有的證照的取得上 他們也都全力以赴 而且我們不只是用在1到5的時間 我們連放學後假日都同意讓學生回到學校來練習 新北市教育局現在還結合提升學生始作的能力 以及職場英語能力 讓學生透過考取證照翻轉人生 在產學資源整合下掌握產業的趨勢 台電設立獎助學金超過30年 多年來幫助50萬名學子求學以及追尋人生夢想 為秉持社會責任 台電今年再度串聯全國電廠 發出了6000萬元的獎助金 董事長曾文生專程南下高雄 勉勵獲獎同學要勇敢追夢 再接再厲 台電成立獎助學金 30多年來幫助50萬名學子求學逐夢 累計發出20億元的追夢基金 今年全台19座電廠同步舉行頒獎典禮 台電董事長曾文生專程南下高雄 頒發獎助金 並且鼓勵學子要勇敢追夢 發放的對象人數是相對來講比較多 那只有一個目的 我們希望表達一點點台電的心意 希望這個社會受教育的人 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 我希望台電發送的這些獎學金 未來能夠栽培更多優秀的台灣子弟 我們希望有更多優秀的台灣子弟 一起加入Empower Taiwan的行列 今年台電串連全國電廠提供6000萬元的獎助學金 給16000多位學子 高雄市議會議長康宜成本身也是台電子女 頒獎典禮上他鼓勵獲獎同學努力向上 長大之後幫助別人形成善的循環 台電獎助學金設立超過30年 許多接受獎助學金的學子如今投入各行各業 其中出身單親家庭的賴采瑜目前在台南榮總擔任護理師 她除了現身分享也一再改念當年台電大林廠的幫助 讓她決定繼續升學也因而翻轉家庭翻轉生命 那一次的獎助學金改變我的人生方向 原本是想要直接就業就直接幫助家庭的經濟的部分 然而在獎助學金的幫助下我就完成了學業 目前是就在職場上繼續工作 然後因為就是台電獎學金的幫助下 所以我也想要回饋社會 除了頒發獎助學金 曾文生身為台電大家長 也不忘提醒民眾 夏季電費開始實施 並且分享家庭節電小PayPal 可以省下不少荷包 如何節電 只要你上台電的官網去看 台電其實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多 各種的節電計畫 那尤其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冷氣現在大家開始使用 那在每年要開始使用冷氣之前 如果能夠把冷氣的濾網等等清洗乾淨 就會對節電會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 台電除了肩負穩定供電的職責 多年來也秉持企業社會責任 幫助無數學子朝夢想前進 董事長曾文生期待每一位獲獎的學生 都能夠再接再厲 成為台灣未來進步的尖兵 夢想並聯 2024年台電獎出學金頒獎流零 Power the future 桃園市政府舉辦市民合唱大賽 今年首度按照團員年齡分為兩組競賽 共藉由12組團隊脫穎而出 7月13號在中立藝術館舉辦決賽 開放民眾免費鎖票 桃園市民合唱大賽去年冠軍隊伍 長庚大學校友合唱團一連帶來兩首歌曲 令人如痴如醉也大方分享奪冠經驗 我們很努力的在做準備跟練習 那最後很榮幸的得到這個獎項 對那但是其實我覺得比起得到這個獎項 我們能夠看到這麼多團隊在這個地方一起交流 演出這是最棒的事情 桃園市政府舉辦第二屆桃園市民合唱大賽 記者會上邀請去年奪冠隊伍現場 期待更多來自各個社區熱愛合唱的民眾 展現歌唱才華 今年首度依照團員年齡分兩組競賽 從18組選出12組 總獎金56萬 將在7月13號舉辦決賽 開放民眾免費鎖票 7月13號禮拜六在中立進行比賽 然後緊接的頒獎 所以我們這邊希望說不只是桃園 全國對於合唱有興趣的團體 都可以來報名 那麼7月13號比賽以外 7月14號我們也邀請了在日本 得獎無數的ESD合唱團來這邊表演 那麼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來參加 另外今年特別邀請多次獲得 日本保種國際室內合唱比賽冠軍的EST來臺 將在7月14號演出 提供售票入場 期待透過音樂交流 讓台灣樂迷感受來自日本的合唱魅力 百歲獨居長輩重拾打籃球的樂趣 華山基金會舉辦愛老人運動會 102歲的周爺爺重拾興趣 和年輕人玩起三對三鬥牛 今天還有來自桃園各地的 300多位長者聚在一起運動 百歲的周爺爺投機一顆空心球 贏得全場的歡呼 這是華山基金會舉辦的愛老人運動會 高齡102歲的周爺爺 年輕時城市籃球隊員 非常喜歡打籃球 很開心能夠重返球場 我一下是籃球代表隊 我現在籃球打得很好 我突然突然還追還追求 今天感覺很高興 我猜猜這個結果 這次愛老人運動會 集結了華山基金會 在桃園地區服務的獨居長者 邀請他們走出家門活動筋骨 今天就辦我們桃園地區的愛老運動會 邀請我們桃園地區 我們華山平常服務的一些獨居長輩 來到中立國民運動中心這邊 今天設計的活動主題就是以籃球為主 所以其實活動 其實目的是讓長輩能夠活動 活動筋骨 今天也很榮幸邀請到我們平常服務的 一個人蕊的長輩周爺爺 一起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參與的長輩裡面大部分也都是說 他們平常可能獨居不太有機會出來 那我們就藉由這個機會 讓這些長輩可以一起出來大大活動 今天運動會集結了300多位 來自桃園各地的獨居長輩 他們以求會友 也透過遊戲讓他們活動身體 華山基金會號召更多人 以實際的行動擔任義工 一起加入愛老人的行列 在社會角落 陪伴這些孩子的 只有害怕 請您握緊每雙小手 給予愛和勇氣 保護兒童需要您即時伸出援手 請支持家福 用愛包圍手援 幫助他們成為保護自己的小英雄 守護兒童立即行動 幼兒專責醫師 幼兒專責醫師 陪伴寶寶走過0-3歲黃金發展期 提供連續性全方位的整合性處理照顧 不只寶寶看醫生 也讓醫生能更充分看看寶寶 每次見面 都讓寶寶的健康成長更進步 11月1日起寶寶出生 即納入幼兒專責醫師制度照顧 醫生神隊友 醫生好幫手 6月上旬連日下雨導致瓜類 採收大受影響 新竹縣虎口鄉種植21公頃 有5成的西瓜因為藤蔓爛掉果肉受損 還有6成的哈密瓜泡水發霉 中央就啟動了天然災害救助 補貼農民損失 西瓜裂開流出紅色果肉 還有哈密瓜發霉整顆爛掉 虎口鄉種植瓜果約21公頃 但採收期遇上連日下雨 農損嚴重 那個吹北風有沒有 又下那個雨就影響很大 所以很多瓜果都 到最後都倒疼 很多都壁骨裂掉 或是爛果的都很多 種西瓜15年 三分地有5成農損 瓜農說今年沒雨季 有寒冷的北風 導致藤蔓爛掉 就怕果肉連帶損傷 而眾議公頃的哈密瓜農也說 瓜類就怕這麼多天下雨 農損將近6成 前陣子的槍下雨下的太長了 時間又多 然後下雨是 噢 太大了 然後雨又沒有停 導致我們那個 羊香瓜的受損太嚴重了 損失的瓜果量到六成了 相公所會同農業處等單位 縣刊 確定符合天然災害救助標準 6月27號前損失率超過兩成的 都能提出申請 農民心裡都在糖血 那我們6月11號的時候 我們有拜託我們農業部 北區新竹辦事處 還有我們農糧署 還有我們新竹縣政府 還有我們桃園農改廠 來我們現場會刊 那目前刊災的結果 是符合初步的一個規定 所以我們現在就參照 我們農業部天然災害 現金補助的一個救助辦法 再請我們農民有符合 農損資格的 來我們湖口相公所提出申請 讓農民能夠減少損失 農業部公告 竹北 新豐 湖口的西瓜 每公頃補助6.2萬 新豐 湖口的哈密瓜 和新豐的香瓜 每公頃補助8萬 降低農民損失 夏天想來上一盤 現切水梨嗎 台中東市盛產的各種梨子 為了幫助農民多元行銷 東市區農會 推出了水果裁切品牌 假追個正式上市 立法院副院長江啟成 與立委楊琼英 也在現場大口吃水果 行動力挺 三成果農 一顆顆的水梨 現在正值 盛產期 香甜多汁 夏天最對味 但要燒皮 再切 對上班族來說 實在不方便 因此東市區農會 推出結切品牌 假追個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幫我們在地的一些農民 幫他們促銷他們的水果 也可以把我們東市的一些水果 能夠它的曝光力更高 好 生甘甜 生甘甜 非常新鮮 非常好吃 鳳梨酸甜 水梨脆口 這兩種都是夏季盛產水果 水分充足 甜蜜多汁 十分消暑 明代門人手一包 協助東市農民多元行銷 透過新鮮的材 衛生的包裝 機械化的這些過程 而且快速的送到我們的通路 所以大家可以享受這個好吃多樣 然後少量又有很多的選擇 隨手可得的方式的裁切水果 如果你只有買一顆大西瓜 那你可能一兩天就只有吃西瓜 但是如果透過結切的方式 你可以買到很多元的這個水果 大家更加的營養均衡 響應食當季吃在地 農會推出結切水果 除了省去削皮分切等問題外 還能減少農業廢棄物處理流程 結切水果的一個商機 銷路越來越好 透過這一些現代化的通路 就可以讓消費者購買方便 食用方便 農會不僅推出結切水果品牌 還有結合台中市各家飯店餐廳 媒合多元化的通路 幫助農民多元行銷 穩定收益 苗栗縣農會社區小鋪 現在也像便利商店一樣 提供宅配寄送取貨 還有生活上的各項缴款服務 在農業部輔導下 與超商物流合作 可讓農產品當日現貨宅配寄送 提供多元便利服務 成為民眾生活上的好鄰居 重視民眾消費需求 網路購物取貨 是便利超商服務大宗 現在農會的社區小鋪 也要跟上這個潮流 在農業部協助下 在公管鄉苗栗特色館的 現農會社區小鋪 也與超商業者簽約提供服務 在網路上面線上可以看到 各個農會的一個銷售主力產品之外 甚至你可以當天採收 隔天就可以送到消費者的一個手上 這是相當快速的一個運輸的部分 然後主因我們可以減少到 我們中間的一個運費 所以現在來到農村小鋪 不僅能夠採買現地農特產品 也可以來到這裡做宅配寄件取貨 蝦皮取貨站點 更像生活上的費用 也可在這裡列印繳費 像是有線電視費用 停車繳款 電信 水費繳款等都可以 農村小鋪希望成為大家生活上的好鄰居 歡迎不僅是農友 年輕人 學生族群也都可以上門 它結合著我們現在目前便利商店的所有功能 讓我們的一個小鋪 增加的一個服務功能多元化 而且我們的一個民眾 取貨的一個點 會越來越多 我們逐漸發現到 年輕人 越來越願意進入到我們這個小鋪的一個取貨 或甚至來到這邊取貨採買的一個情形之下 會越來越多的一個年輕人 願意進入我們農會的一個小鋪 農會與超商物流業者的合作 透過農業部促成在全台農會推廣 苗栗縣由縣農會農村社區小鋪打頭鎮開辦服務 接下來頭份 竹南 造橋 三彎等地的農會農村小鋪也將引進 藉此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以上就今天的TNews聯播網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林方暖 祝您一切順心 我們再會